秦王嬴政正是掌握权力之时 秦国在六国之中已经是最强大的国家了 这时 秦王嬴政开始考虑怎样发动对六国的统一战争 这涉及到了秦国的一个通天大计 那么 这个通天大计是什么呢 韩非之死和这个计划又有什么关系呢 而秦王嬴政在这其中又起到什么作用 敬请关注王立群读史记秦始皇之通天大计 我们知道秦王嬴政最终统一了中国 而这除了是他个人的功劳之外 还和他的先祖艰苦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因为最初秦国立国之时只是一个小国 后来经过三十多代国军的努力 秦国逐渐崛起 从一个不入流的国家成长为实力强大的国家 到了秦昭相王时期 秦国对六国的优势已经非常明显 后来又经过秦惠文王 秦庄相王的经营 秦国的实力越来越强大 到秦王嬴政正式掌握权力之后 秦国对六国的优势就更加明显了 可以说秦王嬴政继位的时候 发动对六国的统一战争已经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所以这个时候秦王嬴政就开始考虑 怎样发动对六国的统一战争 先攻打哪个国家 战争何时发动 这些问题可以说涉及到了秦国统一六国的通天大计 而在上一集 王立群先生讲到 这一个通天大计和韩国公子韩非的死 密切联系在一起 那么这个通天大计是什么呢 韩非之死和这个通天大计有什么关系 而秦王嬴政在这其中又起到了什么作用 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做客百家讲坛 为您精彩讲述 王立群独史记 秦始皇之通天大计 正式即位的 正式掌权的秦王嬴政 他面临着一个很大的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说 统一六国的战争什么时候开始发动 怎么样来统一六国 这就是秦王嬴政要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 这个通天大计 实际上是在韩非和嬴政 李斯 姚家四个人之间的 错综复杂的关系中间形成的 换句话说 是在韩非和李斯 姚家 嬴政的斗争中 逐步形成的 首先提出来这个问题的人是李斯 李斯这个时候已经脱离了吕不韦的门客 进到秦代的中央政府 做了难关 这个时候李斯就向秦王嬴政提出了 统一天下的时间问题 因为这个时候的李斯啊 可以说是躊躇满志 一心报国 他满心希望为秦王嬴政 发挥自己的作用 他提出来的一个方针 就是要立即发动 李斯有一个观念 是根深蒂固的 就李斯当年跟着战国后期的 一个大辱荀子学习的时候 在学成帝王之夜 离开荀子的时候 他曾经给荀子说过一番话 他讲到他自己的时候 他非常强调了四个字 叫得食无怠 得食就是得到机会 无怠就是不要怠慢这个机会 也就是说一个人的一生中间 机遇是非常少的 当机遇来临的时候 你千万不要放过这个机遇 这对一个人来说很关键 对一个国家来说也是如此 所以李斯就认为 秦国统一天下的大业 现在就必须立即发动 李斯认为现在是个什么时代呢 对于秦国这么一个经营了几百年的国家来说 现在此万事只一时也 这个万事不是指万代 是隆尔统治言的 讲秦代三十多位国君 六百多年的经营 已经到了需要收官的时候了 如果错过这个黄金档期 让六国缓过气来 重新组织起来合纵 李斯认为 虽有皇帝之前不能并演 那就是说像皇帝 我们都知道中国人是阎皇的子孙 那么我们即使说有皇帝那样的才能 你也不能够统一天下 所以李斯就提出来一个 非常带有战略性的观点 就立即发动对六国的统一之战 这个意见提出来以后 嬴政立即就采纳了 就是秦王嬴政在这一点上 和李斯的意见完全一致 所以嬴政就提拔了 具有战略眼光的李斯 做了秦国中央政府的掌使 嬴政的决策 也让嬴政卷入了 这个通天大计的制定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篮文 秦王嬴政采纳了李斯的建议 决定立即发动对六国的统一战争 这样秦国发动统一战争的时间就确定了 但秦国不能一下子把六国全部灭掉 他需要一个国家一个国家的来命 这也就涉及到先攻打哪个国家的问题 那么具有战略眼光的李斯 他的建议是什么呢 韩国公子韩非 又是怎样卷入了 这个通天大计之中的呢 李斯首先提出来灭韩 李斯认为把韩国灭掉了 就可以恫恶山东其他各国 便与秦国把其他国家吞并了 所以秦王就批准了李斯灭韩的计划 这个计划得到实现了吗 没有 那么这个计划为什么没有得到实现呢 他遭到了一个人的反对 这个人是谁呢 是韩非 因为韩非是韩国的公子 李斯主张灭韩 首先触及到的就是韩非所在的韩国的根本利益 所以这个时候韩国的亡国之君 韩王安就和韩非商议 要怎么样削弱秦国 阻挡秦国灭韩 这样第三个人就介入了 就是韩非介入了这一场通天大计的制定 但是韩非和李斯不同 我们上一期讲的时候讲过 李斯是楚国上才人 但是他学完以后来 他却跑到秦国去发展他自己的事业了 也就是说李斯对自己的楚国没有太多的感情 他觉得哪个地方适合自己发展 他就跑到哪去发展 但是韩非不一样 韩非是韩国的公子 所谓公子就是韩国国君的儿子 只是因为他不是长子不能继位 所以韩非对故国的感情非常深 韩非对秦国要灭自己的国家 是坚决反对的 怎么办呢 韩非就入秦 作为韩国的使者到秦国来 给秦王嬴政上了一封咒书 这个咒书的基本主张 是灭赵存韩 把赵给灭了 把韩给留下来 为什么要灭赵存韩呢 韩非提了三点理由 第一 他说韩国现在已经相当于秦国的一个郡县 第二 赵国是一直准备给秦国对抗的国家 第三 韩国并不像你们所想象的那么容易灭掉 韩非的主张主要是这三点 我们先说第一点 韩非说 韩国既弱又小又靠近秦国 他的实力远远不及秦国 所以韩国三十多年以来一直奉行的是侍奉秦国的政策 韩非打了个比方 他说这个韩国给秦国两个国家的关系上个什么呢 他说这个韩国啊 就像我们 这个当然不是我们现在坐那个椅子啊 就是那个战国实际人坐那个椅子上那个坐垫 他就像你秦国那个房间里的坐垫 你回到房间里坐那个坐垫就相当于韩国 所以韩国对秦国意志是关系非常好的 秦国要去打哪个国家 韩国都出兵跟随 最后是利益归于秦 怨归于韩 韩把天下诸佛都得罪了 帮助秦国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 韩国是秦国的内臣 第二点 韩赵魏三国来说 赵国最强 赵国一直在扩充自己的军队 他吸引了大批合纵之士 而且一再向天下诸佛声明 说秦国如果不被削弱的话 天下的诸佛没有异国能够活下来 所以韩这个赵国是一直在准备的和秦国较量 所以赵国才是秦国主要的敌人 说你现在如果把韩国给灭了 那会让天下人看到一个什么结果呢 看到秦国灭了自己的内臣 而放过了自己的外贼 侍奉秦国最后的结果是被秦国灭掉 那么天下的诸佛看到韩国对秦国这么好 最后还被灭掉 那么谁还会将来跟秦国友好呢 天下的人都会和赵国结盟 第三 韩国不容易那么灭 韩国虽然小 虽然韩国出这个地方叫四战之地 就它四面 它四个方向 东西南北四个方向 都是需要应付外敌的 但是这么一个小国 处在这么一个不利的地理位置上 可以说一百多年以来 韩国这个国就是在和邻国的斗争中间 发展壮大起来的 所以这个国家你不能轻易地灭掉它 你不可能轻易灭掉它 假如说你要去灭韩的话 那么韩国就会和魏国结尾联盟 魏国肯定会帮助韩国 韩魏结盟 韩魏结盟以后呢 这两国就可能去帮助赵国 赵国本来和齐国就是联盟 再加上韩魏的联盟 那么你去打赵国就更困难了 所以韩非主张 不能够先灭韩 应当首先灭赵 那么怎么灭赵呢 韩非还提出了一个具体计划 韩非说第一步 你先派人带着很多钱到赵到楚国去 用这个钱买通楚国的那些重臣 让楚国的人稳住 不要动 稳住楚国 第二步 秦国再把人质送到魏国去 说明秦国跟魏国友好 这样魏国也就不再行动了 当你稳住了楚国 稳住了魏国以后 你可以联合韩国去攻打赵国 这样赵国就很快可以被灭掉 等把赵国灭掉 你再灭齐 赵齐两国都灭掉以后 那么韩国根本不用打 写一封信去 韩国就会投降 所以他主张用这种办法 来灭赵 存韩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韩蓝 韩非提出 首先消灭赵国的主张 是为了保存韩国 但韩非提出的主张 每一条具体的理由 都是站在秦国的立场上来说的 也就是说 他是站在秦国的角度 来惨发他的主张 那么 秦王赢政面对这样的主张 他的做法是什么呢 秦王赢政的做法 为什么使韩非更深地卷入了 秦国的通天大计之中呢 我们上一集讲过 韩非这个人口齿 不大会讲话 但是笔头字非常好 他的文章特别善于剖析厉害 这是韩非的文章 最擅长的一点 他把厉害讲得很透 所以赢政看了韩非的上书以后 赢政很聪明 他没有做判断 他就把韩非的上书 发给朝中的大臣们 朝义 在朝义的时候 第一个起来反对韩非的 就是李思 李思首先提出来 反对 李思反对的理由呢 有这么几点 第一 心病必除 他说这个韩国对秦国来说 就像是你心里边 隐藏的潜藏的一个病 这个病 虽然现在没有发作 但它一定会发作的 比如说秦国有了突发事件 韩国一定靠不住 所以韩国对秦国来说 是个必须要除掉的一个心病 他尽管称臣 他仍然是秦国的心病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这个心病是一定会发作的 这个病埋藏在 隐藏在你的身里边 也许一年两年不发作 但是如果我们去对付 齐国和赵国的话 你需要举秦国之力 对付赵齐 当我们举全国之力 对付赵齐的时候 韩国这个心病就会发作 当年秦木公兵败摇山的 那副惨状就会再现 所以韩国是必须要灭的 这样李斯给韩非的意见 就是针锋向对的了 所以李斯主张灭韩 韩非主张灭赵 这两种观点 实际上就是秦王英政 在制定通天大计的时候 两个观点的冲突 它的本质是秦国和韩国 两国利益的冲突 这就是这个通天大计 卷入的第三个人 韩非 当然秦国这个时候是老大 军事力量最强 可以说是当时的 唯一的超级大国 没有一个国家 能跟秦国相比 所以秦国很自然要用军事力量 来消灭六国 这是毫无疑问的 在军事力量以外 还要不要用其他的手段呢 李斯认为 还要用外交手段 就是还要用一手 用什么呢 李斯讲了一个办法 他说我们应当多派一些人 带了很多钱到六国去 收买他那些 可以收买的重臣 就掌握国家权力的人 收买他 能收买的收买 如果他不收钱 他很连接 他不收钱怎么办呢 暗杀 把他杀了 能买的买下来 买不下来的杀了他 然后再派大兵随起后 这样李斯就提出两种手段 一种手段是军事力量 另一种手段 也是一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叫金钱 这是李斯主张 两种手段必用 同时来用 而且嬴政确实经历过一件事 就是在嬴政主政以后 曾经发生过四国联军 进攻秦国的事情 当时秦郎一龙召集了 六十多位大臣来商业这件事情 大臣们都疏手无策 在这个时候 有一个人 姓姚明家 姚家出来了 姚家提出来 给我钱 我去把这四国摆平 嬴政听了很高兴 给了他一大批活动经费 这个我们叫 叫特种经费 给了一大批经费 给了他很多车 给了他黄金千金 姚家去 用了几年的时间 把联合进攻秦国的这四国 全部用钱给摆平了 姚家回来以后 秦王英政很高兴 封了姚家 签户 赏了他签户 而且提拔他 做了上卿 这件事情 被韩非知道了 韩非知道以后 立即给秦王英政上书 这个上书中间 指出了姚家 犯了三条大罪 第一贪污公款 第二假公济私 第三出身卑微 提了三条 我们先说第一条 他说姚家 拿了你 省了这么多钱 他活动了几年 你都不知道 这个钱他只花了一小部分 一大部分钱 进到他家的腰包里去了 进到他家了 这叫贪污公款 第二呢 他拿着你的钱 到各地 结交了很多诸侯王 成为他的朋友 这叫假公吉思 第三 姚家这个人不行 这个人是个什么人呢 他说这个人 他是魏国的人 他的父亲是个守门人 是个把守城门的人 守门奸者 他是个魏国守门人的孩子 而且在魏国曾经犯过盗窃罪 就是在魏国公安局里边 有他犯罪的案底 他是有作案记录的人 后来到赵国去了以后 他又被赵国驱逐了 你看这个人 出身这么差 还犯过罪 被赵国驱逐了 你和这种人商讨国家大事 那也不是让我们这些人 太掉价了吗 这种人根本不能参与国家大事 提了三条 嬴政一看这个信呢 就把姚家叫我来质问他了 他说 你是不是拿着公款去撕掉诸侯了 姚家说 确有此事 营政一听后就大发雷霆 他说你既然这样做了 你怎么有脸面来见我呢 姚家说 他是 你听信别人的谗言 在中国历史上 听信谗言 杀害忠良的事情太多了 你要听信谗言 你手下就不会有忠臣 营政说 这条我们且不说 有人举报你 说你是个监门人的 看门 看成门人的儿子 有过盗窃罪的案底 在赵国被驱逐过 有这件事吗 姚家说不错 有啊 但是反过来 历史上建功立业的 像我这样的人不太多了吗 你说那个 帮助周文王的 姜子牙 姜太公 他当年 在齐国 不是被一个人 被驱逐出去了吗 还有那一个 帮助齐皇宫称霸的管仲 是个商人 商人 按中国古代的看法 是农工商四级 商人是最末流的一级的 管仲是个商人 出身多差 出身不好 当然现在是商人 算出身不错的了 那个时候商人出身不好 但是 那不是齐皇宫 重用他最后称霸天下了吗 我们再说 秦梦公是建了个白礼席 我们过去讲过 白礼席是用五张羊皮 换回来的一个人 他的价值就是五张羊皮 五张黑羊皮的价格 白礼席帮助秦梦公 他说这些人 哪一个是出身高门 贵族家庭的 但这些人帮助 他们自己的国君 不都成就了 霸业 事业了吗 如果你要用人的话 要讲出身 要用高士 我也可以给你举几个例子 有一个高士 商朝人 叫辩随 说这个人 当商汤 逃伐 下劫的时候 找他去商量 他觉得找他商量 灭掉一个君主 是一种耻辱 然后呢 这个辩随 就投水而死 这个是个高士 这高士你能用吗 你还给他一商量 他就投水自杀了 还有一个高士 叫下 这个下朝人 叫悟光 商汤灭了下劫以后啊 据说 是商汤想把这个君位 让给悟光 悟光不干 然后悟光呢 还自沉于卤水之中 这又是个高士 这两个高士 一个找他一商量 跳河自杀了 另一个让他当国君 跳河自杀了 说你去找高士 这些人都是 出身高贵 这个德行 操守 很高尚的人 就是说道德很好的人 他愿意为你服务吗 你现在是用人 用这个人的财 而不是衡量他的道德水准 和家庭出身 家庭出身 再高贵的人 如果他没有功劳 你也不能赏他 秦王嬴政一听 有道理 不再追究了 把姚家给放了 但是姚家下来一打听 谁告了他呢 韩非 告了他 这姚家 就恨死 韩非 这姚家 就被卷进去了 这第四个人 也进来了 卷进去以后 李斯给韩非 过去有过 存韩 给王韩的这个斗争 现在又卷过来一个姚家 姚家是为秦国立了功 受到了韩非的指责 再加上秦王嬴政的问责 姚家被韩非定了三条罪 这任何一条罪状成立 姚家都是死罪 所以你想姚家能不恨吗 所以姚家给李斯联手 就告 告韩非 怎么告呢 说韩非这个人 是韩国的公子 他一定不会帮助秦国的 这是人性所决定的 现在大王如果 不用这个人的话 一定不要久留他 更不要放了他 一定要把他除掉 否则是秦国的祸害 嬴政听了这个话 就把韩非投到监狱里 然后李斯这个时候是廷尉 然后来李斯又给韩非送了毒药 韩非就在狱中自杀了 所以韩非之死 他实际上是卷进去了 嬴政李斯姚家 关于统一天下这个通天大计的制定之中了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坎兰 韩非之死 实际上是因为他想在强勤的铁蹄之下 保存实力弱小的韩国 从而卷入了秦国统一天下 这个通天大计的制定之中 他的死具体牵涉到三个人 嬴政李斯姚家 那么韩非的死该由谁来负责呢 是秦王嬴政 还是联手告状的李斯和姚家呢 或者是韩非自不量力 卷入了他根本无法阻止的 一个通天大计之中 从而导致自己死于非命呢 其实韩非之死牵涉到四个人 我们先说李斯 李斯坚决主张杀韩非 主要的原因是李斯认为 韩非在阻挡秦国统一六国的通天大计的制定 它是个灭六国的障碍 必须要除掉 这是李斯的看法 姚家呢呢 姚家也主张杀韩非 但是姚家主张杀 至少就有两点原因 第一 私恨 姚家很恨啊 姚家为秦国立了功回来 被韩非举报三大罪状 私恨是有的 但是另一点我们也要看到 毕竟姚家主张的用金钱 作为统一六国的一种武器 而且他姚家做得很漂亮 用金钱确实摆平了四个国家 应当说姚家的主张杀韩非 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是因为姚家认为 因为姚家认为韩非妨碍 秦国的统一天下 这两个方面的原因都有 那么嬴政呢 嬴政对韩非之词 有没有责任呢 有 而且责任很大 我们可以想一想 有这么几件事 一开始最早欣赏 韩非的是谁呢 嬴政 韩非上书 他把韩非的上书 发给朝臣的人 是谁呢 是嬴政 批准李斯和姚家的建议 逮捕韩非投入狱中的是嬴政 虽然这个韩非之死 并不是嬴政直接下手 是李斯送了毒药 韩非又没有办法告状 韩非自好自杀了 但是不要忘了一个一点 就是第四点 韩非死了以后 嬴政并没有追究 韩非之死的责任呢 嬴政如果要去查 谁把韩非给杀了 我还没下令杀了 谁把他杀了 那一追就追到李斯的头上来了 嬴政最后就没有 就追究这个责任呢 他作为一个最高统治者 他不追究责任的本身 等于他默政 他不追究就等于他默政 当然他最后 他想赦免韩非 照我们前面讲的这四点来看 嬴政是同意杀韩非的 那么为什么后面 他又要赦免韩非呢 这个是不是有一些矛盾呢 其实这个很好解释 嬴政欣赏韩非的法家思想 嬴政欣赏韩非的文笔习利 嬴政欣赏韩非的才华 但是嬴政不同意 韩非的政治主张 在灭韩和从韩的问题上 嬴政是站在李斯一边的 在用军事手段和金钱 两种手段的这个时候 嬴政是赞成姚家的意见的 也就是说嬴政在通天大际的制定上来说 他和李斯姚家是站到一边的 作为个人来说 他欣赏韩非的思想和才华 作为国家利益的代表者来说 他是主张杀韩非的 第四个人 韩非呢 韩非对自己的死有没有责任呢 有 而且有很大的责任 我们可以想一想 韩非提出来存韩王兆 那是为了给韩国争取时间 韩非反对李斯灭韩 是为了韩国的安危 他不顾个人的安危 给秦王嬴政上书 反对姚家用金钱做武器 击败六国 因为韩非看出来 钱这个东西如果用在 消灭六国的统一之战中间 那么这个钱 他可能把许多国家的人给收买掉 所以韩非不顾个人的安危 反对姚家的做法 所以韩非在这个问题上 可以说他是作为一个韩国的使者来到秦国 深深地卷入了秦国一个国家大政的制定之中 显得有的自不量力 但是韩非的自不量力 让我们看到了韩非的一种内在的精神 就韩非为了韩国的存亡 不惜个人的生命 他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这个精神 让后人非常感动 韩非对故国的感情 让后人非常感动 韩非明明知道 不可能阻挡秦国灭亡韩国 但他还要竭尽全力保护自己的故国 他这个许多的作为 韩非的作为 给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 楚国的起源 为了楚国的存亡 不惜自己沉浆是一样的 所以韩非之死 让我们感受到了一种精神的存在 一种人格的力量的存在 秦王英政统一天下的大忌 就是在英政 李斯 姚家和韩非的斗争 逐步形成了 最终达成了三点共识 第一 立即发动对六国的统一战争 第二 第一个目标锁定韩国 第三 军事力量和金钱手段双管齐下 以上我们就讲完了秦始皇的前十二集 这十二集我们讲的一个问题 就是秦国的崛起 下面我们要讲的就是第二个部分 叫横扫六合 换句话说 我们前十二集讲秦国的崛起 一直讲到秦王英政制定了灭六国的时间表 和锁定的国家使用的手段 那么秦王英政统一六国的步伐 是怎么样走下去呢 他第一个锁定的韩国 是怎么样被灭掉的呢 我们下次再讲 谢谢大家 秦王英政统一中国 建立了赫赫光学 但是在他出生两百多年前 一个曾经强大的诸侯国的衰弱 对秦国确立对其他诸侯国的优势地位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这就是晋国 晋国因内乱 被韩赵卫三家清族瓜分 韩世清族即使在晋国公式的衰弱中 逐步崛起 成为战国七雄之一的韩国 那么韩世清族是怎样兴盛起来的呢 进行关注王力群独史记 秦始皇之 韩世出兴